这些个粮仓至少有五成是空的 如果你们不信 开上来 刘统勋大手一挥 一众侍卫就扛来一块块厚重的木板 很快便在地上铺成一个大大的圆 一些管过粮仓的官员 见刘统勋故弄玄虚 心中不禁暗暗发笑 心想我当是什么呢 不就是粮仓的底板给存粮防潮用的吗 然而刘统勋似乎洞穿了他们的心思 刘统勋再一挥手 上殿的侍卫们比之前多了一倍 一半人扛着近六米高的木板 另一半人则抬着又一块厚厚的圆板 不一会就在大殿里搭成了个双层酒桶 看着这个好像被销掉边的庞然大物 几个机密的大臣似乎看出了名堂 吃惊地议论起来 刘统勋围绕酒桶绕了一个大圈 然后大声问道 你们是不是以为粮食就该放在下面这块较大的空档里 不 粮食就搁在我头顶的木板上 众人震惊不已 要知道头顶的木板距离顶部进口仅仅不足一尺 粗略计算一下 即便全部放满了存量也不过三弹 也就是大概三百斤 这种舱 叫双层舱 既然是双层舱 那么占据全舱九层空档的下面一层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就是刘统勋接下来要当中道破的秘密 上面那薄薄的一层是专门用来应付朝廷例行检查的 那些奉旨去检查的官员被人领到双丛舱前 从顶部往下看 满眼看到的都是黄澄澄金灿灿的粮食 于是便大手一挥 把这存粮仅由数担或者数十担的官舱 卸成了万担之舱 上面的人满意了 下面的人安全了 于是便你好我好大家好 升官发财奇乐融洞 刘统勋越说越气 越说越痛心疾首 三朝老臣张平月敏锐的察觉到 此事绝对不简单 盲美刘统勋 这双丛舱的事是在哪发现的 顺天府官舱 只用了一根铁钳 便倒出了这惊天巨片 勾开眼界 一人未开口的乾隆再也忍不住了 顺天府是什么地方 是今天的首都北京啊 正儿八经的天子脚下 天子脚下尚且如此骇人听闻 地方上就更可想而知了 刚刚登基一年多 一心想干出点政绩 却又无从下手的乾隆 当即决定即可其实行全国粮食破查 同时任命刑部赦郎 刘统勋为钦差大臣 即日其奔赴浙江 查询粮仓武弊案 更令刘统勋振奋的是 乾隆终于不在乎着 雍正的老臣田文静 准了他之前提出的 重新丈量河南 虚报田母术的奏折了 不日后 刘统勋带着棺材和年轻的助手米盒 率先奔赴河南 都准备好了吗 咱们可千万不能随了这个院 刘统勋还没离京时 田文静的门生们 就暗中把消息走漏给 河南巡抚王世俊他们 因此刚入河南地界 刘统勋一行人的雄踪 就被王世俊的人给盯得死死的 这些地头神们 组成了统一战线 是让京城来的刘统勋煞鱼而归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 偏偏有人要捅娄子 马大人的七一太 刚上吊死了不久 马大人一心 七一太的活没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开封之府马大人 总是在七一太屋子里 听到有女人的哭声 奇怪的是 其他人都没有听见 他就怀疑这冤魂 是专冲着自己来的 长得五大三粗 却又生性胆小的他 不知道从哪搞得偏方 让人把家里的各个角落 都淋上攻击血 就连院外的叫紧口子 都不肯放过 说上次就没离那地方 半夜里才又放进哭声来 这可把他的顶头上次 巡抚王世俊给气坏了 警察就要来视察了 你一个四平朝廷命官 干出这般荒唐事 这不是没事找抽吗 万一让警察抓了把柄 再牵连住那些事 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去几个人 甩他几个耳瓜子 把他打醒了 用你的手打 拿你的中手来见我 得了帅爷的孕育 赵大人领着几个 如狼似虎的建筑 创入马大人府邸 你躺鼻血吗 这马大人和赵大人 是经常一块喝酒 搓麻将逛窑子的 还以为这赵大人 又是甚归流鼻血 来向自己讨个方子呢 可当他得知是奉命 来抽自己耳瓜子 还得把手抽肿了 给帅爷回话时 马大人彻底傻眼了 你这双鸡爪的手 要打肿了 给打多少下啊 赵大人急了 扬起干瘦的手 重动的在马大人的脸上 左右开弓起来 看着马大人 肿成猪头的脸 宣服王世俊 放心了 以为那些事 总算是天衣无缝了 却不知 磨高一池 道高一丈 老谋深算的刘统勋 到了河南之后 一个当地官员也不见 而是与米河兵分两路 沿暗一鸣 微夫私房 就在这时 一群托儿带女的村民 发疯般的奔向卢伟从 后头紧追着的是一队 打着灯笼 策马狂奔的官兵 米河撒开队 奔出林子 直奔村民藏身的地方 操着火把的官兵 边搜边大声喊道 王家坟的火口都听着 我们帅爷说了 只要你们把田税浇足了 就不让你们做酱坛子 也不让你们跪刀子 要是再给脸不要脸 男人哥瞎头的 女人哥上头的 不男不女 他妈唱下一块儿歌 村民们吓得瑟瑟发毒 就更不敢出去了 这是一个孩子哭起来 吓坏的母亲赶紧用手 捂住孩子的嘴 孩子拼命地蹬着小腿 不一会儿就没动静了 米河震惊之下 抓了把土塞到嘴里 等官爹走远了 母亲的手松开了 却惊恐地发现 孩子的嘴角挂着血丝 围着小脸已经死去 母亲心如刀绞昏死过去 可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逃过官兵们的搜捕 被捉住的村民们 一串串地走出卢尾丛 眼睛母亲脸色煞白 怀里紧紧地抱着 刚刚死去的孩儿 他男人呢 死了 交不起田税 被做酱坛给做死了 那么什么是做酱坛呢 又是什么样的田税 能把人逼到做酱坛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